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传说这两东西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你再去查2016年台湾竟然是北韩第四大的贸易伙伴 刚讲到就是15号北韩又发射了飞弹 而且这次飞的比上次更远更准 但一妙的是我们再查这个资料才发现 有人指控说这个飞弹的弹头它的钛纤维 它这个飞弹所做的机具竟然是跟台湾有关 而且再查去更可怕的是 2016年也就是去年 台湾竟然占整个北韩贸易总额 我们是第四大的贸易伙伴 没错 好姐 金正恩能够在飞弹或是说核弹 有技术的长组的进步 日本专家他最近在看这些照片 对 他们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上面说 重点是在什么 他这个弹头的这个导弹头的这个核心 重要的成分就是碳纤维 他说碳纤维这个东西 你看现在金正恩在看的这个东西 碳纤维他说技术有可能是来自台湾 最重要的技术 你说它能够飞得这么高 它能够这么的准确 跟弹头有关 而弹头的材料 碳纤维跟台湾有关 没错 他们之前吃了非常多的这个材料 但很多材料都有它的问题 碳纤维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个材料之一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高温 因为射到这个太空中 要回到大气层的时候 要有7000度的这个高温 你能够带来那么高温了 只有碳纤维 而且碳纤维是非常轻 所以他们一直在研发说 在这个导弹头上面装上这个碳纤维 但是苦无碳纤维的技术 保险上日本 目前全球碳纤维主要几个国家 日本跟美国是最重要的 他一直没有这个技术 那你这个技术 因为日本不可能给他呀 美国也不会给他 对 这个技术从哪里来 所以日本专家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又一个展出一张照片 更加的佐证 就是金正恩在看这张机台 机台就说就是这个机台 产出这个我们要的这个 碳纤维的这个产品 就很多日本的专家一看就说 这个是MIT的产品 这个是台湾的产品 为什么这是台湾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工具机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组成的模式 他日本的专家一看就说 这绝对不是日本的产品 这是台湾的产品 所以我从这个工具机 我从这个机台回过头来 我再来看这个碳纤维的导弹头 他就怀疑说跟台湾有关 他推导这样就说 这个可能都是来自于台湾 这个CNC的这个机台 那没有这个机台的话 你做不出核弹的导弹头 所以原来台湾跟这个北韩的核弹 还有一点点相关 可是台湾有跟美国 台湾有跟北韩有关联吗 而且事实上真的非常相关 事实上这件事情在2013年 就曾经爆发一件事情 台湾当时有一个商人叫做蔡显太 他在什么地方 他到爱沙尼亚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要下飞机 没多久的时候 被美国FBI逮捕 美国FBI就说什么了 他说韩国政府指控你销售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重要的导弹器材 到北韩去 导弹材料 对 没错 台湾人卖导弹材料给北韩 他之前就马上他在爱沙尼亚度假之后 马上就被逮捕 被逮捕不是说 他的儿子在美国也同样被FBI逮捕 他的老婆幸好已经跑到台湾来 没有被逮捕 他们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 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到美国被关 关到现在才出来 所以就知道说事实上 台湾跟北韩之间 事实上在这些关系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你知道我们去年 公布一个数据的时候 原来北韩的第四大的贸易伙伴 居然就是台湾了 这太夸张了 北韩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是台湾 对 没错 我讲我几个朋友 我几个朋友 他们现在在北韩做什么 他们在北韩挖矿 保险上北韩有很多矿 北韩最好的矿是什么 石墨还有零美矿 石墨的话 我们知道说未来的石墨锡 或者说金元代工里面 需要用到石墨 对 石墨在这几年的价格 大概涨了五倍到六倍 所以在国际上面 石墨是非常缺货 但是北韩得天独偶 它有全世界最好的石墨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零美矿 零美矿是做什么了 保险 未来的这个电动车里面 有一个美的电子 它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北韩在做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矿 都在这个地方 我朋友几年前就跟北韩当局申请说 我要去那边挖矿 那北韩当局马上就回复 就说好 你一定可以来挖矿 你只要给我你的计划 你要出多少钱都OK 那出多少钱之后 我朋友就问他说 那请问你 我挖矿挖好之后呢 我要怎么去卖出去 北韩当局就说 没有问题 你挖多少 我就可以帮你卖多少 北韩用管道可以卖 对 我可以用当时的 市价是多少 我就卖多少给你 绝对不会吃亏 所以很多台湾的商人 前扑后继到那个地方挖矿 其实北韩现在很多挖矿的技术 全部都是来自于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台面上面 台湾居然是北韩的 第四大贸易伴 都是嘴巴说说的 你说现在很多人 都已经跑到北韩去工作了 对 还不止这样 抱歉 这在北韩的超市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台 台湾的产品 你看 这是台湾的 阿Q筒面 还有康师傅的泡面 还有统一的牛肉面 在北韩的超市里面 很受大家的欢迎 你看这个包装 这是台湾生产的 等于说你不是因为 你在大陆生产送过去的 是在台湾生产送过去的 还有包括这个 三花的咖啡的伴侣 你看这个都是台湾生产 参加过去 对 还有我们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总是在台湾生产的吧 台湾的纳智杰的车子 居然也在北韩出现 你说在北韩的街头 可以看到纳智杰 对 很多国货 我们现在台湾的商品 都大举的进入台 在北韩的这个商货上 这是假的 对 还不止这样 我可以在北韩开台湾的车子 在北韩去台湾的泡面 他们的领导高层 也非常喜欢台湾货 抱歉 你看 这个身据很多 这个南韩之前的报道就说 他们的这个 这个北韩的劳动党的 这个宣传部的副部长 这个金宇正 你看他拿的手机是什么 HTC的手机 还不止这个 保洁你看 这是金正恩 金正恩在参加一些国安会议的时候 他拿的就是HTC的手机 有人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用HTC的手机 他说 我不相信美国的iPhone 我也不相信美国的产品 但是我也不相信中国大陆的产品 所以HTC 这个产品好用 所以我觉得说我要用 所以当时还引起大家的 这个热烈的这个讨论 所以你说 在周边国家里面 我们跟北韩是没有利瓜葛的 我们也没有跟你有恩怨请搜的 所以反过来讲 他相对比较相信台湾 对 还不止这样 我们知道每一次 这个北韩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 最重要是他们卫星的指挥中心 抱歉 你看 这个他们电脑里面 你仔细看 这个我们把它放大 是宏击的这个电脑 所以不是俄罗斯的战情室用宏击 不是 北韩的战情室也是用宏击 对 也有很多宏击 甚至还有很多华硕的产品 也都一样在那边出现 重复出现在他们的 这个卫星的指挥中心里面 都是台湾货 他们就觉得说 我也不相信 中国大陆的那些厂商 所以他们用的都是台湾的产品 你就知道说 其实从北韩的民间 到北韩的高层 他们真的都对台湾 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了 一个报道就是 台湾真的有人 去跟北韩做生意 而且他讲说 北韩人对台湾来讲 是相对亲切的 是 没错 那我们知道说 事实上之前曾经爆发 有一个故事就是台湾的这个 龙虾大王叫陈家夫 保险你知道吗 他原本是怎么样 他原本是说 他在看这个电视节目上 那边报道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说 金正恩去视察一个这个养虾场 居然他觉得这个养虾场养得不好 他就下令我 把这个养虾场的人 就枪毙掉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陈家夫看了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那我可以来帮帮他们这个忙 养龙虾嘛 北韩人不会养虾子 我就会养虾子了 结果没想到他就 他就写一封信去 交给这个朝鲜台湾的交流协会 朝鲜在台湾有交流协会 那促进会 然后他就拿给这个 他们的协会人士就说 你辗转交给金正恩 结果没想到 他原本以为这个应该就没有效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 金正恩居然给他回店 所以就说 你请你到北韩来一趟 所以他后来 他就阴障之邀 他就来到去北韩 保洁他说他去北韩的时候 一开始到那个北韩的特务人员 完全包围着他 他受到好像那种国家 这个贵宾室的这个礼遇 他说他到北韩的饭店里面 这个睡觉的时候 旁边门都不用关 因为外面全部都大批的特务人员 在旁边 对 没有保镖 没有保镖在那个地方 那后来呢 他就说 他就后来在那边观察一下 为什么他们养不好 保洁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那个天气太冷了 太冷的时候你温度不对 所以他就跟他说 你要调这个温度 怎样怎样这样 就金正恩听 真的瞎子养活了 真的瞎子就养活了 原本金正恩还跟他说 那你就来这边开个 我们的农场就让你管理 后来他想说不要 我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 我不要 不然的话他可以在那边养蝦 后来他就回到台湾来 回到台湾来之后 亲朋好友看到他是放鞭炮说 你居然能够从北韩回来 活着回来 老姐 我朋友就说 他们要跟这个北韩那边往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奇妙 在台湾的话我们都直接 譬如说我要找这个刘宝洁 我就直接拨电话 拨给你就可以 找到我的分析我就直接接了 但是在北韩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吗 我要找到刘宝洁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找哪家公司 譬如说东森电视台 好 他拨到东森电视台 拨到东森电视台之后 我要找12楼的 好 12楼 然后就拨到12楼 12楼之后刘宝洁一层一层这样子 他还有接线声 他现在每一层每一层都会问你说 请问你是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他都探听得非常清楚 好 你这样之后就可以 这个跟刘宝洁正式的对话 对话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话都说得非常清楚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都要全程的记录下来 不只要讲很清楚 而且要记录下来 那种感觉就是很肃杀的那种气氛 但是实际上你跟北韩人接触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他们不是这个样子 北韩人都还满和蔼 满亲近的 像我们朋友跟这些北韩人接触的时候 他说北韩人对台湾人跟中国人 是比较友善的 他对日本人或是对像南韩人 其实就很不喜欢 他一看到他们这些人 就不想跟他们讲话 但是他跟台湾人确实有说有笑 能够一起在那边喝酒聊天 我觉得台湾跟这个北韩 某种程度来说 还真的有点气味相投的感觉 好那创下 刚刚讲到的北韩发成功的发射了飞弹 而且这一次更高更远更准 而这一次为什么可以更高更远更准 关键就是这个碳纤维的导弹头 这个碳纤维的导弹头 真的对他的飞弹有这么大的帮助吗 关键在于这个碳纤维的导弹头 让金正恩确定他可以打到关岛了 一个导弹头的改变就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9月15号打出来这颗飞弹的导弹 它高度770公里 它现在级我们的浮卫2号 浮卫5号都还要高 比卫星还要高 比卫星还高 所以它确定是打到太空之中了 而它下来的时候 它的弹道代表它已经算得非常精准 导引上是不会出事情的 所以直线是370公里 代表着如果我可以飞到370公里 关岛我真正都打得到了 我可以打到关岛了 最重要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你要进来的时候 你要导引得非常的好 因为地球上有大气层 那个如果说你没有对好的话 这样叫做大气之窗 地球之窗就一个大概三度的角度 你要进来 如果你从那个角度不对的话 你就像我们石头打到水里面打水漂一样 就飘走了 所以它能够非常精准的 针对那个大气之窗而进来 所以你第一说 我今天打到了大气层之外 我要重返大气层之外 所以它能够进来 那进来的话就变成是 你的弹头前面的所有的装置 都要保护得非常的好 所以过去的时候 飞弹用碳钢 那不行 因为碳钢会阻碍电磁波 所以像我们后来的飞弹 我们最早是用陶瓷 它陶瓷又太重了 台湾现在很强的 航太复合材料叫做 高纤维增强 玻璃碳纤维复合材料 你看像日本 三菱的那个商业飞机对不对 全部交给我们台湾做 就是那个复合材料 所以我们这复合材料 刚刚那个师聪讲了 它可以抗7000度对不对 抗7000度 它不只是抗高温 而且抗高压 因为你在碳钢 整个在快速前进的时候 好像压力很大的 25倍的音速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避震 所以它有那个 因为碳纤维有避震的效果 所以可以确保我里面 不会因为你弹头的震动 还有我那个情况 影响里面的所有的设备的 一个精准度 所以我要靠高温 靠高压还要能够避震 还有抗腐蚀 因为大气层里面有很多奇怪的物体 还有很多电离层 它一定要穿过电离层 它通通可以处理掉 所以人家为什么美国 日本会静靠 看到这个弹头的时候 这么的在意 就代表着现在 金正恩说要打关岛 已经不是他放话而已了 他随时可以打得到了 而且这个碳纤维 它的穿透性又好 也就是里面的感觉 如果你刚刚讲 前面的放了陶瓷 前面放了乌钢 你可能就穿不出来了 而现在如果是用碳纤维的话 它的感觉可以更精准地 打到它的目标 所以现在川普呢 面对这个局势呢 他也要摆出架势来了 他不能只是在发脸书 发推特而已了 所以川普呢 跑到了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把这些 跑到关岛来了 而且宝杰你看 把他们的飞行员 通通召集在B2轰炸机前面 然后川普说你看 B2是有意义的 B2非常有意义的 说你看他们每个人呢 长得比他们克斯斯还帅 绝对会让金正恩魂灰魂魄散 为什么 因为B2呢 它现在是一个接近音速的一个轰炸机 它叫幽灵轰炸机 最可怕的是什么 它的轰炸力量非常的强 你看它飞弹呢 它的弹药一载呢 宝杰它可以载 15万2000公斤的弹药 15万2000公斤的弹药 一飞过来之后 往你下面炸 所以你金正恩 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里的核四爆炸 你那些飞弹车 其实你地面上的设施 我要炸你 我随时可以把你通通的给打掉 所以他就为什么选在B2这边 就告诉你我最强的空军弹力 随时待命 从关岛这边一飞过去 随时就可以把你金正恩炸到整个殖民地 都是一片的废墟 但我们这一讲呢 北韩现在已经地下化了 如果说我都藏在地下 你能拿我怎么办呢 所以金正恩 所以川普呢也没有问题 美国呢已经有一个东西服役了 叫做B611 B611 然后这个是什么 小型的核弹 然后这样丢下来之后 它是用一般的战机 F15 F22 F35 F18 都可以载射 小型核弹 小型核弹 所以我从哪边 我叫我战机 我起飞 我就可以载它 然后出来之后 你会看到它会不会一丢下来之后 旋转一下吗 旋转是什么 就像你会变成一个砖地的 一个砖头一样 所以那个飞弹就开始砖了 砖了以后呢 开始旋转了 开始旋转了 快速砖 而且一砖就直接攻进去 然后再给你爆炸 一个核爆出来 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专门设这个吗 1997年美国CIA长说 现在全世界对付我们美国 开始挖地道 有4000多个都在100公尺以下 对 让我们美国怎么去对付它们呢 美国说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来研究这个小型的核弹 小型核弹 专门要砖地打进去的 那可以砖多少呢 升18公尺升 所以那个是18公尺的钢筋混凝土 它可以直接地打下去 可以贯穿18公尺的钢筋混凝土 刚刚贯穿以后 在地下爆炸 而且爆炸的量呢 相当于112枚 美国的砖地 2000磅的砖地弹 所以一炸下去之后 是里面 一个112枚的炸弹支母 同时地炸开来 然后一炸开来 你说那一颗子弹 那一颗炸弹 那颗炸弹底 112颗的炸弹支母 对 所以它就钻进去 就把一炸 那一炸是什么用呢 因为你知道说核弹爆炸的时候 它的温度非常的高 我们也知道说 如果超过了2000度以外 其实全地球几乎严加 都会被溶解掉 所以我钻到18公尺以后 你就算金正恩走到100公尺以下 我上方一炸 整个炉 延迟呢 地道都溶解了 都把你给闷进来 你给闷死 没有想到美国有这么可怕的杀气 而且美国现在连航空母舰都出动的 我们这一讲呢 雷根号已经离开它的 横须河母港 现在非常清楚的是 它已经才驶向了朝鲜半岛 美国现在也宣布说 雷根号离开横须河母港之后 要到朝鲜外去采演 而且采演之后可能不离开了 不离开了 那不是代表说雷根号上面 有五个中队的F-18 最重要是说 一个雷根号出去之后 一定有四到八架的 神盾级的驱逐舰 就护卫它 两到四架的 二亥二级的潜水艇 所以其实他们要告诉你的是说 你金正恩 你真的飞弹打出来 我是可以用这些神盾级的飞弹 雷达立刻抓到你的 而且美国这一次 已经跟韩国已经有合作了 就已经试验过说 我是抓得到 你叫金正恩的火星舌舶 一飞出来之后 七分钟后 韩国的全火 也跟着海边往那边打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开战 所以他没有去拦截你 但是代表你也是说 其实你一发射的时候 我早就侦测到了 我知道你的发射时间 我知道你的发射时间 所以我可以立刻的反应 打出飞弹来 而玄武二是做什么用的呢 保洁他是专门做来用徐翼飞弹的 他是专门在你 整个飞弹要起飞的时候 推身段最慢的时候 我直接把你集会 所以其实美国也告诉你说 金正恩 虽然你有那些碳纤维的弹头 你可以打到三千七百公里 但是川普说 我也要让你魂飞破散 好 那瑞德 刚讲到我们看到资料 2016年就是去年 台湾竟然是北韩的 第四大贸易伙伴 而这个只是台面上的 可以公开拿出来的 最可怕的是 我们跟他的地下贸易 而这个地下贸易 竟然都跟毒品枪支有关系 北韩在咸镜北道呢 有计划的栽种 这个所谓的英树 然后英树呢 他们还有一个 把这个称之为叫做 捷梗事业 卖毒品一次超过 一百万美金的 称为捷梗英雄 也就是你有办法外销 你有管到外销这个毒品 超过一百万美金的 我还要表扬你 叫做捷梗英雄 为什么叫捷梗 因为这个英树花是 有捷有梗 所以叫捷梗英雄 那么后来呢 为什么 那为什么叫做 这个名称叫什么呢 他们后来发现 专业术语叫做泰国白 那为什么北韩的毒品 叫泰国白 原来他提炼的师傅 全是从泰国金三角 重金礼聘 等于说把他们请到北韩去 进行这个海洛因的精炼 金三角来的 而且他为什么能够纯度这么高 品质比这个金三角还要好 比所谓我们常知道的双丝地球还要高 原来是有原因的 很抱歉 他是用平朗郊区的国家制药厂 来帮他生产海洛因 国家制药厂 国家制药厂来生产毒品 所以我不用偷偷摸摸的做 不是不是 他不是偷偷摸摸的 他是直接用国家制药厂的专家机器 然后由泰国这些师傅济师来帮他提炼 所以后来专业术语在国际请制单位上面 叫他叫泰国白 那么北韩卖安非他命到日本去的时候 被日本的相关的海防海上之位就发现 他们后来竟然用潜水艇贩毒 潜水艇运毒把相关的这些安非他命丢包到 那么指定了海岸线再由 包括山口组这些黑道单位去拿 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太麻烦了 你知道现在这些安非他命都透过什么地方转运吗 就是我们台湾 我们在今年的7月才查获来自于 透过台湾转运 对 才查获来自于北韩的92公斤的安非他命 不是我们台湾自己要用的 是要经过台湾再把这个92公斤的安非他命转运到日本去 然后台湾的年轻人最喜欢拉开 喀他命 对不对 现在连喀他命都几百公斤几百公斤的 从北韩进来 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 在我们的东北角的海岸 一个老太太奥巴桑 不小心看到一箱不知道什么东西 结果把它捞上来一看 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 白白的是什么东西 喀他命 结果搞了半天 250公斤的喀他命跟250公斤的安非他命 从北韩来的 结果船长因为看到海巡的船只一级之下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往海里面一丢 就没想到海巡的船并没有来领检 他们跑去救人了 结果这两百多公斤的安非他命跟Ketamine 就意外飘到了我们东北